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win 我是香港的搞笑KOL 为什么搞笑呢 因为我说的普通话不太标准 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港独区的西华码头 这个码头从前是很发达的 其实我大概是在2月份的时候 开始接触拍短视频上载去社交的平台 因为见到很多的游客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推广香港 也别人不会忘记了香港这个地方 刘埃颖是一名香港导游 入行已29年 近期她拍摄的介绍香港景点美食的短视频 在社交平台上受到不少关注 她也因夸张的动作 诙谐幽默的语言 被网友称为搞笑旅游博主 虽然在镜头前表现的大大咧咧 开朗乐天 但对刘埃颖来说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 她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至暗时光 我记得我入行了二十多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很多的客人会取消行程 会更改行程 甚至是停一停想一想 出门的时候她们会打电话给我 这个地点安不安全 这个地点方不方便 可否去到呢 这里是我人生也没有遇过的 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是 无形之中消失了 熟悉的朋友她们做了保安 她们做了医护的工作 受黑暴和疫情影响 香港旅游业已跌至低谷 刘埃颖也长年待夜在家 靠在线学习进修课程打发时间 今年年初她看见有朋友 在网上分享出游的视频 于是她就萌生了拍摄视频 带大家云游香港的想法 然而从业多年的她并没有想到 云导游并不好当 刚刚开始拍摄视频的时候 其实遇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第一自己是完全未接触过剪片 配音 甚至乎拍一条短片 我要整四至六个小时才能够搞 又不睡觉 又常常看人的作品 为什么整天自己拍摄 都是脱脱咳咳的 一点都不简单 我第一条片应该是在山顶 一个好像介绍旅游景点的方式 就在那配音 就讲我一些不是很灵光的普通话 拍完之后都觉得自己很搞笑 但是都有人赞我 和给鼓励 这件事都很开心 网友的鼓励让刘埃影信心倍增 她利用业余时间走遍了香港许多知名 和小众的景点 查阅资料 撰写文案 以独特的视角 为游客讲述香港的历史严格 和最新动态 从业数十年 刘埃影见证了香港旅游业的兴衰变迁 在2003年的时候 自由行的开放 大量的内地游客来到香港 也都刺激了香港的经济 在那时候开始 我也都慢慢的开始 努力一点的学习普通话 因为也都要配合我工作上面的需要 2018年港珠澳大桥的落成 建立了一小时的经济圈 将两地的距离更加拉近 也都方便了两地的游客互相往来 刘埃影说 香港旅游业的成长 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发展 未来她还会拍摄更多的新作品 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力量 为各地旅客分享香港动态 也为香港的旅游从业者带去信心